琉璃的热播让这个名字不为人知的男演员程毅瞬间有了曝光度 参加了快乐大本营跑男等知名综艺节目 还拿到了太子和偶类的商务 以及最近意大利高射品牌Lawin的全新品牌大使 最近他也录制了确炒一氧奶粉的代言人广告 我该不会穿越了吧 明天没见 小易奕你长高了 工作怎么样 钱房多吗 是不是又瘦了 明天你今天有多少工作 明星有了曝光度 影视商务资源才会好 之前程毅的采访她还有点放不开 以前总是窝居在横店拍戏 经过几个平凡的商务活动历练后 程毅目前已经驾轻就熟 其实回顾过去 还有显为人知的心酸小故事 今天画妹就带着大家回顾一下 过去的程毅 以及考古下她的成名之路 当我们打开程毅的采访的时候 发现她是这样 可以看着你说还是对着 这样 我没想到我是真的不太知道 这个不太好吧 和这样 哦你说粉丝 哦不太清楚不好意思 紧张的小手搓来搓去 处处充满了小心翼翼 一点没有年少成名的张扬和喜悦 回顾过去 这已经不是程毅第一次成名了 上一次还是2016 七云志的热播 让我们看看那个时候程毅的采访 她是这样 不变的神话 一场故障 藏全的腐杀 可以吧 这样 经常会受伤吗 这里都还有个伤吧 血洗妹妹打 一镜对比 不但发现短短四年 诚意就有如此惊人的心态变化 做好眼前的也没有想到有多 也生活比较简单 就是拍戏工作 那也是要钓掉鱼喝喝茶 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 曾经的那个活泼开朗 积极盈利的阳光青年 是怎么沦为 二级冲浪的佛系老干部的 本视频的内容 是根据豆瓣资深粉丝口述之作 真是信你们自己卡亮 自2016年青云至 诚意年少成名 诚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粉丝群 有了工作室 甚至有了自己的粉丝后园会 随着成名 也伴随着无数的质疑声 因为电视剧严重注水 被黑粉攻击时注水咖 去资深粉丝聊说 他那段时间都不敢上网 在剧组也比较沉默 一打开微博 全是铺垫盖地的骂声 当时诚意获得林金宇的角色 也是在视镜中被挑中的 并不是网络黑子流传的 带信息 要知道诚意前公司 可是一个业绩平平 后来甚至倒背的经纪公司 对 其实因为 你要知道我们做演员 就是都是很被动的嘛 很多机会干嘛 你都得去面试 你都得去 你得去展现你最好的演员 给导演 给所有人看 然后面试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我也去 去横店地装 就是面试就直接定装 因为他们希望看到你 导演跟你聊天聊戏 你们对角色的理解 各个方面 也会你把那个 扮相扮起来 看觉得你适不适合 对 跟两只观的来考验你 对 当时也是有好多人 我记得一个角色 我记得都是面试 最终自己的选战 觉得自己蛮幸运 幸运至杀青 到开播 他都没有进组存聚 而是被前公司 安排参加了芒果综艺 虽然是给粉丝 制造了很多线下追星的机会 惋惜的是 参加综艺的时间 他错过了拍戏的机会 导致了之后更多的空挡 幸运直播出热度非常大 当时还创了腾讯的记录 有非常多的剧粉 被林金宇吸引 像现在一样 一窝蜂的涌进来 据豆瓣一些资深粉丝调述 那段时间 他微博上线非常频繁 如果大家去查询 16年的微博 完全能感受到 大男孩的开心 阳光和活力 几乎会看每一条私信 当时的私信还有已读功能 也会在评论中翻牌粉丝 当时的他已经出道好多年了 但餐饮的电影都是小众的 作为男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直至到现在都没有播出来 其女之加上一年级的双重热度 让他真正地站到了广大观众面前 拥有了话题 当时的势力榜 都能在内地40位左右 他也曾前所未有的开心 被人认识 被人说喜欢 在一次采访的稿件中就提及过 他说聚开播 会被很多人认识 非常的兴奋 会忍不住地查看微博上涨的粉丝数 看到大家的留言和鼓励 都会觉得非常开心 在吃饭的时候 会有一些人认识了我 知道了我 对我来说还是蛮开心的 在一年级的拍摄当中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则是他曾经提及 以前被很多导演拒绝 甚至被嫌弃 说不应该做演员 他很想证明自己 所以一直坚持 看节目的时候 粉丝们都觉得非常感动 隔天呢 粉丝们见到了他 告诉他说 谢谢你坚持到现在 被我们发现 哥的脸瞬间就红扑扑的 非常可爱 一次他发了一个微博 图中夹杂着空白的图 小伙伴在等他收工的时候 他突然说 你们没看过我最近的微博吗 就是那种很得意 等粉丝上当的样子 一年级录制了三个月 但每期正片里的他 时长都非常的短 甚至到后期 他明明是导师首选的李逍遥 但他却说 自己已经是在各个剧组 有过很多演戏经历的人了 所以为了给其他弟弟 更多的机会 他就把主演的机会 都让了出来 最后在舞台上 只是饰演了两个群演的角色 转到17年 从一年级结束后 他拍了一些杂志 春节的时候 他提到 年级小的粉丝 亲口给他晒成绩单 他就会在群里发红包 有一天 他就真的进来 准备发了红包 但当时的他 不懂如何绑定 支付宝账户和微博账户 摸摸索索的半个小时 终于发了出来 还直言太难了 那时候 微博有很多广告 和小黄文那类的评论 他都手动一个个拉黑 为了粉丝不被骗 这个时候的粉丝 还是快乐的 直到2017年春节后 没有了日程 没有了巨播 金鱼粉开始大面积流失 一些粉丝留下来继续等待 后来才知道 他一直在健身 增肌训狗 为了拍摄 明旧汪星人 那个电影的拍摄难度非常大 每天就是大负荷的健身 还有一次 被狗狗咬到了手指 他发了一条微博 说道 再忙再累 都要抽时间 都陪陪家人 不要等还不及 《星云志》是16年4月杀情 汪星人的电影 则是17年9月杀情 可是直到18年10月 这部电影才上映 正好赶上公司倒闭 电影院竟然无人排片 整整两年的心血 他唯一上线的戏 就是这个毫无宣传 只被部分影院排片两天的电影 当时的票房 只有一百多万 就是公司的不当经营和谋划 耽误了金银的黄金后续 没有趁热打铁 彻底空档 查无此人 诚意曾经 有一次大半夜空降到粉丝群 说道 果果们你们睡了吗 哥哥睡不着呀 如果哥哥以后不演戏了 你们还会继续支持哥哥吗 你们值得我付出 正是少数粉丝的支持 给了他鼓励和肯定 陪他冲过了最黑暗的夜晚 直到改天欢瑞 才有机会再进剧组拍戏 弹幕笔记二是18年3月开拍的 他17年年底就进组 学习武术了 还受汪兴仁时期增绩的大块肌肉 在张启玲这儿 又马上必须瘦下来 变成金瘦的身板 难太辛苦了 到开拍的时候 瘦了十多斤 有戏拍就是小哥哥最大的希望 于是18年到19年 勤奋的诚意 干脆住在了横店 拍摄了怒海浅沙 山河月明 长安诺和琉璃美人茶 深浅灯舞不喜 于是才有了现在多产的诚意 和这么多好的作品 进入到观众的眼帘 正是有了之前的起起伏伏 我们的小哥哥 才更加珍惜每个剧本 专注于角色本身 距离上次的成名已经四年了 现在的他虽然有些小心翼翼 但是现在的诚意 已经突厌成了一个成熟的优秀演员 花魅寄予 这么好的小哥哥 这是通过私奉让大家重新认识 那么爱他的果果们 这次咱就别走了 毕竟咱们小哥哥不能再受伤了呀 点赞评论订阅我都要 谢谢观看拜拜